一大早10名一消自動性出發 他們帶著大包小包 抵達名陽爆炸現場 主動前往支援 就為了找出殘骸 讓不幸殉職的弟兄及員工 可以一路好走 名陽爆炸進入第四天 4名殉職消防員爆炸後的位置 分處在廠房的右側 員工則在左側 也就是廠房的內部被發現 他們距離門口至少六七十公尺遠 疑似逃生不及受困 家屬現場召魂南眼哀妻 連續四天來的搜尋 原本24日巡獲三人 以為任務結束 但上午發現了骨骸 法醫判定非人類骨頭 最後一名父姓員工 還沒被找到 消防弟兄四人目前有三位 經過DNA的確認 已經確認了身份 那還有一位陳伯翰 我們的弟兄還在等DNA的鑑定當中 另外失聯的六位員工 目前有五位的遺體 已經由家屬領回 還有一位失聯的員工 我們還沒有找到 而四位殉職的消防員 年齡在32歲到38歲之間 依照服務的年資 可分別獲得2783萬到2897萬 不等的撫恤金 一場惡禍 造成四名英勇的消防隊員殉職 六員工五死一失聯 還有上百人受傷 火掉人員及檢方 上午也再度回到現場勘查搜證 全面就責 TVBS新聞黃曉綺 吳宗勛 屏東報導 殉職的平二分隊 消防隊員中級員 二十五號他的大姑姑和二姑姑 感到臨堂 止不住情緒 當場痛哭 中爸爸在一旁 親拍他們的肩膀 這個時候也只能靠堅強 和親友一起撐下去 很乖孝順 還有不如接受這樣 從小看到大的小孩 成為一名救人性命的消防隊員 如今只能回憶 被問到明揚董事長要來到 現場置意中級員的大姑姑表示 只要有誠意就好 至於後續賠償 不想多談 那麼快 那麼優秀的小孩子 算犧牲啊 我心裡相當做爸爸的相當不捨 這就一話 另外來致意的 還有同樣身為消防隊員的弟兄們 新莊消防分隊小隊長 看到平二分隊弟兄們殉職 也親自到臨堂上香 因為他在二零零五年 經歷過高雄市左營 新富邦家具航大火 當時也有兩名弟兄殉職 他感同身受 真的是切身之痛 新富邦倒塌的時候 就是我們那邊有兩個兄弟 也發生事故 逝去的讓親友無限懷念 但留下來的人心理狀況 更需要追蹤 行李是補充後續會觀察平二分隊 其他隊員的狀態 希望能協助他們走過這段悲痛記憶 消防員合力將單架上的遺體送上救護車 在場的人集體呼喊場面令人鼻酸 二十四號晚間九點多又找到了殉職消防員 陳柏翰的部分遺骸 被送往病院管等法醫鑑定 綿羊工廠大火造成四名消防員殉職 其中陳柏翰研判當時距離爆炸地點 最近遺體碳化嚴重 檢體採檢不到DNA 搜救隊花了三天三夜找回殘骸 而她的家屬也相當心急 陳柏翰的姑姑提起跟侄子的回憶 忍不住痛哭失聲 兩人感情很好 陳柏翰從小和弟弟都是由媽媽一人 扶養長大 身為長子的他非常孝順 為了照顧媽媽特地調回屏東 如今殉職屍骨都還沒找回來 回憶起陳柏翰家人都很不捨 大家心目中的打火英雄英勇殉職 只希望遺體能順利找回 讓他一路好走 TB新聞綜合報導 今天他們提供的是這一份安全資料 上面就明白寫是有機過氧化物D型 就是手上拿的這一張火災當下 明陽提供給小隊長的物質安全資料表 清楚記載儲存有機過氧化物 但三種只提供了一種資料不完全 就發生爆炸 一查之下一規定只能存放一百公斤 明陽屯放超過三十倍 能夠儲存一百公斤的有機過氧化物 我們判定他儲存了三千公斤的管制 超過了這樣的管制數量 當時平二消防隊心性滅火 七人小組挺進短短四分鐘就爆炸 事發二十二號下午五點三十一分 場區先是冒煙 員工有聽到警報聲 可是場區的範圍非常大 當下沒有積極疏散 而是員工們各自小跑步出來 半小時後六點第一次爆炸 爆炸炸得突如其來 員工奔逃不及 也讓消防員措手不及 消防員調查員工的內部賴群組記錄 早在更早之前五點十七分左右 內部員工回報有聞到怪味道 二十分生產的副課長拍到了白煙 三十一分才報案 一切反應太慢 也沒有派專人到現場協助救災 按照法規 屯放毅然的化學物質 設置在獨立建築物 但廠區一樓是倉庫 二樓是作業區 外牆和地板防火構造也不符合規定 加上員工通報不及時 明楊自稱 每週一次消防演練是做做樣子嗎 等到災難來臨 發揮不了作用 TVBS新聞南部綜合報導 消防人員的平坦上香 可是協調這結果沒有辦法 呼吸我 邊說邊哽咽 明楊董事長劉安浩 探岩廠房發生爆炸後 情緒一直難以平靜 標示不會逃避 會負責到底 更和高層一起鞠躬道歉 大打背琴牌 不過屏東縣政府還是硬起來開罰 縣長直言 明楊有三項違法事實 除了存放危險物品超過管制數量 從中處罰30萬元 另外沒有提供完整資訊給消防局罰60萬元 最後更沒派專員到現場協助救災 重罰150萬元 加起來共罰了240萬 不過傘兮兮的還有股價 明楊25號一開牌就重挫到跌停 75.8元鎖死 排隊賣單超過8600張 就連母公司民安早盤同樣以跌停鎖住的 69元開出 排隊賣單超過5400張 很抱歉那個 我們是發現說有煙跑出來 然後就開始處理 然後隔沒多久它就產生爆炸了 雖然劉安浩在案發當時 就趕到現場瞭解狀況 不過外界罵聲依舊沒有停歇 其實明楊國際是明安集團 在2006年成立的 專門生產高爾夫球 從2018年就擔任 明楊董事長的劉安浩 同時也是明安副董事長 畢業於臺大化工系 加入明安後為了學碳纖維技術 還到工研院住了半年 在他領軍之下 明楊也順利接下知名高爾夫品牌代工生意 甚至在2022年 占全球高爾夫球市場近20% 算下來台灣沒兩個出口的高爾夫球 其中就有一個來自明楊 不過在爆炸案之後 劉安浩面對媒體 變成以手遮住臉 不見過往風光 風波越鬧越大之下 就看如何負起責任 給受害者一個交代 TVBS新聞許家瑞 劉璇 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六千 하리 購球 二千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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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eht 聽